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oey 在人类数千年前的文明中 古埃及文明应该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吧 苏美文明给我们留下的实在太少 大部分都是一些神话传说 但是古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建立了自己辉煌璀璨的文明 并有众多的遗址 巍峨的金字塔,神明的木乃伊 精确的太阳历,体系严密的大法典 还有埃及艳后流传的不朽方明 一切的一切让今天的人们不得不惊叹与惋惜的文明 在古埃及有这样一个神话 以此宫廷镜政变中 国王奥西里斯被自己的兄弟残忍的杀害 并被碎尸扔到了尼罗河 王后伊西斯找到遗体后悲痛欲绝 哭声震动了太阳神 于是太阳神帮助他把丈夫的遗体还原并做成木乃伊 结果奥西里斯获得重生,成为敏戒的主宰 从此以后古埃及的每个法老死后都做成木乃伊 然后送进金字塔中 法老们的灵魂就能永生 冬光世界历史,许多封建帝王在年轻时就为自己修建豪华的陵墓 以期待自己在死后也能享受龙华富贵 但是埃及金字塔的修建目的并不仅仅如此 迄今为止在埃及发现了金字塔有90多座 分布在尼罗河下游西岸 开始人们也习惯地认为金字塔仅仅作为法老的陵墓而存在 但是后来种种神奇的事情让人们的看法不得不改变 因为调查发现金字塔中发现木乃伊的数量并不多 而且金字塔形状使它产生一种神奇的效果 就是能使尸体迅速脱水 假如把一种秀气斑斑的金属硬币放入金字塔 不久后就会变得光亮如星 已经死亡几千年的埃及公主 她的躯体的皮肤细胞仍然具有生命活力 埃及考古学家宣称 当她在帝王谷发掘打开一扇古墓门时 竟然有一只满身灰尘的大灰猫一面扑来 几个小时后便死在了实验室 难道她是为了守护她的主人吗 关于金字塔还有许多传闻 例如胡夫金字塔前有一段可怕的名文 不论是谁骚扰了法老的安宁 死神之意将降临在她的头上 而事实上 探索过胡夫墓的人也的确出现了意外 或是自杀或是败血症或是精神失常等等 当然这些说法毕竟没有实施证据之称 应该算是都市传说 建设金字塔的墓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 一直以来金字塔被看成是古埃及及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关于这一点 被称为西方史学家之父的希罗多德就论定 金字塔是奴隶辛勤劳动的结果 并在2000多年前就详尽地记录了 建造胡夫金字塔时 法老强迫所有埃及人为她做工 十万人为一群 每群人干三个月 用了整整20年才完成 但是长期以来 这个观点不断地面临挑战 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有90多座 人们在质疑这么浩大的工程 人们是怎么完成的 无论从技术还是能力上 都不太可能是当时能力所为 按30年完成一座 总计也需要2700年 人数需要5000万人口以上 而公元前3000年 世界人口才不到2000万 所以也有人怀疑金字塔是外星人所为 当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 金字塔的建造工艺有些特殊 有些不可思议 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不仅是因为这种建筑特异的形状 更重要的是 它屹立在沙漠之中4500年不倒 高超的工艺水平足以令世界折服 因为无从破解 许多人认为那是外星人曾经降临过地球的证据 而经过科学家的一番努力 这个未解之谜终于可以解开 最关键的一点是 国埃及人灵活地运用了福利 这就是金字塔地基 埃及人首先用水做出金字塔石块的运输路线 与堆积的形状 这样极大地解决了石头沉重的问题 其中胡夫金字塔有230万吨的石头盖层 每一块石头平均都有23吨重 总高度达147公尺 在埃菲尔铁塔出现前 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考古发现金字塔内部的花干岩采石场附近有沟渠 因此最有可能的方法就是水运 在河流域通往胡夫金字塔的路线建造运河 能够借由水的福利来运送石头 那么怎么让石头飘起来呢 因为要提升 船显然是不行的 但冲了气的羊皮就可以 人类很早就发明了羊皮阀 那时的埃及有大量的羊 不缺原料 因此古称的羊皮加上充沛的水量 就能提供足够的福利 而当时的尼罗和流域旁生长了许多纸沙草 最有名的用途就是作为沙草纸 在建造金字塔时 据说也用了沙草纸来编织出印的绳索 采石场的古埃及人利用水中不同高的平面 将石头卡在上头 在同样的水平下 就能确保每块石头都一样大小 而且光滑平整 才让金字塔稳稳地向上堆叠 石头加工完毕后 古埃及人用牛汁托运石头到运河的港口 因此在港口就会有成千上万吨的石块 一样在足够的水量下 这些石头都会漂浮在水上 然后就是要怎么把这些石头一层一层地运上去 在网上的渠道中间 古埃及人设置了许多道闸门 当第一道闸门开启的时候 石头就会浮到第二道闸门处 再关闭第一道 打开第二道 如此类推 因为大气压 水会积聚在渠道的内部 只要有充足的浮力 就可以让石头持续往上升 在这样的运送方式下 石头就可以被运送到准备施工的高度 再这样一层一层地往上砌住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试验 在浮力与物体重量取得平衡之下 物体就会缓缓浮到最高的水面 运上来的石头都在四周的水道漂流 工人只要在正确的区域卸下羊皮法 就能让石头落下 当时的工人让石头卡在预先设定好的地方 再来就是建造接下来的水道 服贴倾斜面的石头被抽掉羊皮法固定在边上 为了稳固 石块必须保证有53度的倾斜角 这也就是金字塔盖好后的倾斜度 那怎么保证精确达到53度呢 埃及人使用了原始的水平尺 虽然简单 但不得不佩服埃及人的智慧 将这种尺放在石上测量 只要水面不倾斜 就可以达到准确的角度 在这样层层叠叠的石头之下 渠道也一直随着建造的水平上升 结束之后再打开水闸 水就会因为压力而放掉 比较庞大的石块一样也可以用水运的方法 因此埃及金字塔可以想象成是用水一圈一圈盖上去的 不断通往高处的运石渠道 这个水运法其实有不少佐证 其中之一就是在上层岩石中 曾发现一些流底部的物质 在几年前也有学者在探索金字塔过程中 发现了水的渠道 当时还特地召开了国际金字塔建筑会议 而这种水运法也被后世所沿用 世界上早期的大型建筑 很多都是透过水来运在建材 其中一个代表就是世界知名的景点吴歌窟 考古学家还在不同的岩壁上 发现了这种凸起的岩石 水运法的理论认为 这些凸起的岩石都是为了让当时的搬运更方便 而在水运法的概念还没有提出前 有一批学者认为是用滚动的木块在实地上搬运 但是金字塔建造时间约20至30年 建造的都是专业的工人而非奴隶 不可能有这么大批的能力来执行这个繁重的工作 这个被誉为建筑奇迹的金字塔 建造它的谜题是不是就这样被解开了呢 也许有人并不同意这种猜想 认为重达两至三吨的石块 无法用这种简陋的工具实现上浮 也有人说这种破解破坏了金字塔的神秘美感 但实际上国埃及人对物理学原理的掌握与应用 才是古老智慧真正迷人之处 也许金字塔隐藏着更多金人的秘密 或者是我们想的太过简单 但些人的智慧对我们的启发 毫无疑问是属于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 还有记得帮忙转发一下哦 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